中華文化 一起學習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 大世界 早晨 早晨 歡迎大家收聽小嘴巴 大世界 我是劍炳 當然除了我劍炳之外 還有今天的嘉賓主持 她是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的執委 歐志堅博士 繼續歡迎你 歐博士 各位朋友 早晨 多謝主持 多謝台灣同學 多謝 當然還有兩位同學 分別有Joyce和Jeff 你們是來自哪裏 Joyce來說 我們是來自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廣告系的學生 我是Year 3的Joyce 我是Year 2的Jeff 記得我 有三字經 因為之前歐博士都分別跟我們說了有三字經 也有千字文 神童詩 以及一些港式的三字經 四字經等等這些字句 而據我所知 八家姓也是其中一個屬於兒童 是在中國古代一些兒童的教材 為何八家姓又會立入為一個教材 歐博士 沒錯 為何中國傳統來說 將三字經 八家姓 千字文 將它叫為三百千 為何三百千 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希望能夠將我們 虎如能解的文字 和懂的文字 和道德教育 互相並存 特別是 用這些傳統的動物 其實是給小朋友的 所以你看到 我們的三百千 非常普及 在今時今日 你看到每一年 都很多地方翻版 我最近一本的三百千 在2015年都有 其實現在經常都有 很明顯看到這個重要性 剛剛主持也提及 現在仍然流傳 但你剛才說的翻版 意思是印完再印 還是一個更新版本 意思是 有時我們將它印完再印 這是第一個方向 有些將它重新 再加以今天的註解 或者詮釋 使用傳統幼兒教育的毒物 能夠在21世紀再活現 所以這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亦有一本 是新加坡出版的 是漫畫的三字經 百家姓和千字文都有 那姓都要用漫畫的形式 為什麼呢 很有趣 因為我們知道 每個姓氏都有些名人 將名人的故事 放進去 亦是進行幼兒教育的方法 即是說故事的重要性 例如說 可能姓的那些人 以前在哪裡住 有畫到故事出來 對 其實剛剛看到 八家姓也提及到這一點 因為我們的姓氏 本身是有源流 本身是有發展 例如我自己舉例 我的歐字 我經常都在… 沒有被讀了區字 對 我們看到 我自己在內地開研討會 或訪問的時候 就是邱先生 對 經常都是邱 那些邱的邱 我們經常都會這樣 有時候 我在香港也是開研討會 人家被空前掛名牌 把我的區字 加上欠字 變成歐陽修的歐字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 我自己的家族譜 這個區字 今天的歐字 我姓氏讀歐字 地區區字 這個姓氏 其實流行在廣東一帶 但是一月過了廣東以外的地區 似乎我們這個區字 這個歐字 沒有欠的歐字 就不是流行於廣東以外的地區 所以從這個姓氏 其實大家朋友也看到 當時我自己的種族 那個族群的流暴情況 我又舉了一個例子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以前每逢打風的時候 有民間傳奇 真的不知道 民間傳奇的意思是 有人興起這首歌 這首歌是聖事 還是什麼月尾 不是這樣 我小時候每逢打風 爆露風球 通常我們以前的電視台 會整晚播通宵 那些台風 於是中間 會放一些民間傳奇出來 很有趣 其中一個故事 我想大家都聽過 吹吶吶的民間傳奇 姓吹的 基本上是山東的高門大族 在今時今日 不少姓吹的人士 都會是山東的高門大族 因為我們逐個族群 亦有關 還有沒有 有時看到 可能大家都聽過 聲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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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研究姓氏 其實代表了民族的流波 和牽涉 除了關於地區和文化之外 那個姓本身是怎樣組成的 譬如我聽過 日本有人姓岩井 是因為那家人住的時候 旁邊有一個岩石造的井 是否中國人都是這樣 家裡旁邊有什麼 我就拿那個東西來做一個姓 你姓什麼 我姓陳 精陳 耳朵 旁邊的東邊 是怎樣 會不會是這樣 還是房子向東 所以叫他姓陳 挺有趣的 我們再看看 究竟每個姓氏本身都有意思 不否定 第一件事就是 首先我們叫做氏族 氏族一直以來 譬如我們的祖先 即是原始人的時候 都沒有姓氏 漸漸他居住的地方 就開始叫氏族 氏族 姓氏族 族群的族 譬如我們今天來這裡錄音 如果我們全聚群眾 我們今天除了主持 我們兩個同學 加上我 於是用我的姓氏 這個叫勾氏的習族 這個就叫勾氏 這個族群 所以要是氏族出現 所以是姓氏的事 漸漸地 由於我們越來越多的群眾 開始流播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有時候是皇帝慈聖 譬如我們看到的 香港很多在程度上 姓鄧 就是次性的出現 還有很多根據我們的族譜 族譜當然到今時今日 很多朋友都覺得 族譜的研究 有一方面可以見到 血緣地緣的由來 但也有朋友質疑族譜的可靠性 但也不能否定 我們的改的姓氏 是有姓氏和族譜有關 同一時間 我們看到的 譬如說 可能我們的比皇帝封在哪裏 我們便於是改的地方 往往是會跟我們的生活 環境 族群都有關係 明白 如果說這麼多族群 要組成八家姓 那是拿哪些族群的姓 是納入成八家姓裏面 還是有一定程度 例如說 我的群族的部落 有一定的人數 有這麼多人數 姓這個姓 我們才納入成八家姓 基本上八家姓的原則 都是以族群的多小為首 我們聽過有大姓 有些叫做 例如姓陳李章 黃河 我沒有記錯 記得是這些大姓 大姓的意思是 他們特別多人姓這個姓氏 基本上我們以多人為首 所以大家朋友也聽過 十大姓氏 陳李章 黃河 歐洲 胡馬馬 基本上都是我們較大的姓氏為首 但有些朋友也注意 例如我們用古代的官職 例如大家朋友也聽過 司馬 司徒 司空 這兩個是古代的官職 三個官職 我們叫三師 司徒 司馬 司空 於是後來那個人做了這個官職 將他的職位變成他的姓氏 還有一些 大家同我的朋友也見過 例如我們看到的有些次姓 例如我最明顯的 我叫南海神 三寧的名字 司空達溪 這就是一個次姓 本來是一個在東南亞的族群 由於他有公封 於是便次姓給他 所以有些時候 你見到一些胡族的人 其實受到我們中國的次姓 這也有 例如最明顯的 大家聽說 慕容世家 慕容 其實這個名字是福姓 是代表 這個人本身是一個次姓 是外族群 後來加入了我們中華民族 有不同的次姓 這就很有意思 你見到從我們的姓氏 本身是很多元化 亦都代表了我們的族群 怎樣的由來和發展 也有很多歷史因素在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談談這個白家姓 中華文化 一起學一下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 大世界 繼續回到小嘴巴大世界 在我身邊有Joyce Jeff 和來自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的執位 歐志堅博士 今天會和大家說的 就是叫做百家姓 剛才也說到有一些福姓 福姓據我們所知 就是一些兩個字 有沒有四個字都叫福姓 或者有些再長一點的姓氏 是來自外族的 還是所有的福姓 其實都是從外族回來的 歐博士 不可以說全部福姓是外族 最主要就是歐陽 歐陽先生 基本上都是我們的中原民族為首 當然不否定有些福姓是外族人士 要是後來幫助我們的漢族 然後歸化我們的漢族 於是次聖 譬如我們看到一個屈辭 或者叫人拍圍辭 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我們也有不少的朋友 托伯 托伯 這個就是一個 也是我們外族的朋友 還有沒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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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剛剛提過 譬如我們有一些語文 語文化及語文 就是宇宙語文章 有些外族的姓氏 剛才提到慕容世家 看金融小說 慕容世家 還有善於 單字的單字 善於也是外族歸順了漢文化 改了漢文化的性 剛才提到這些姓氏和歷史因素有關係 例如是由外族帶進來的 除了帶進來之外 其實姓氏還有什麼作用呢 會不會好像在米後的時候 Joyce也提及到一件事 你自己問那個問題出來 就是因為有一些國家原來是沒有姓的 只有名字 會不會影響一個人的從屬關係呢 譬如我如果知道我姓陳 你姓陳 我會覺得其實我們也有親 可能不會對你這麼壞 有一個可能中國人 從這種人和人之間 我和你有關係 好像都是緣分 是血緣 血緣關係 但可能會不會外地 其實他們是看個人主義多些 不太看關係 所以就算沒有性 其實對他們來說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 剛才在米後 主持也提及了一點 很好 好像是緬甸的朋友 沒有性事 當然 稍後會給我們主持 談及這一點 我再看 沒錯 剛才主持也提及了一點 很好 我們的華族 華人 都交往往提及 血緣和地緣 什麼是血緣和地緣 我們看到的 在香港來說 很多中親同鄉會 同一個鄉 同一個鄉 甚至乎是同鄉會 還有同一個姓氏 例如學生理事 等等 同一個姓氏 這是更加基有血緣 同一個姓氏的血緣 同一個地緣 就是學生的地方 經常都有 有時候 例如我們香港有的 有一個進港同鄉會 香港的進港同鄉會 這班朋友 進港同鄉會的朋友 是來自福建進港的 於是便 以同一個鄉下 但鄉下裏面 有時候有很多姓氏 所以大家朋友 有興趣看到 沒錯 我們看到一點 用姓氏 或者有時候 不能單在政治 正姓氏 有時候包括地緣 成為團結 我們中族的力量 所謂的地緣 是指的是什麼 大家都是居住在同一塊地上 的意思 還是怎樣 就是 會是居住在同一塊地 同一個地區 據我所知 因為在我自己的出生地 那裡 即是我的官職 那裡 他們有一條村 叫做林村 因為我本身姓林 他們就是圍住那裡的人 都是姓林 他們是有這個習慣 喜歡跟一些同性的人 就會聚居在一起 這是否也是中國的歷史文化上 其中一種特色 也可以這樣說 因為同一個姓氏聚居於一個地方 譬如福建的朋友 很多姓林 包括我們的最明顯 如果朋友有興趣 香港也是林村 沒錯 譬如我們看到 如果我們看福建的林氏族譜 多數會寫的 其中一位很重要的神靈 大家知道哪位嗎 中國很重要的神靈 姓林 對 姓林 林 在我心目中 一出生就沒有聲音 但後來姓 林姓 不是 那個不是人家 雖然人家結婚了 也是要把老公放在姓前面 這個也是另一個話題 我也想問 不過回答就是名人 我印象當中就是林則徐 我記得有這些名人 最重要的是 神明就不知道是什麼 我們的福建的朋友 台灣的朋友 會稱這個神靈 叫媽祖 媽祖 媽祖姓林 林墨良 一出生的時候 這個神靈默默然無聲 所以族譜裏 如果福建的族譜 或者不少的台灣族譜 都會記下來 就是他的名字叫林墨良 很明顯 這個朋友由這個神靈 又是地緣又是血緣 所以看到有些特別的故事 我想問 因為剛才我們也說 可能地區性 可能有些叫林家村的地方 因為剛才在麥克風也有說過 可能以前中國人 也有些咒忌 可能跟一個性的人會結婚 可能怕他們 亂倫 對 有些血緣關係 亂倫 但如果在林家村 可能他們很少會走出村外 去李家村 打工 可能他們會不會在裡面 有一些婚姻的關係 會很亂 對 這件事會很亂 像我爸爸 誰誰誰誰誰 對 全都是親戚 會不會 跟以前的傳統有些不一樣 不會是臨臨聯婚 不會是臨虎有喜 是的 是的 聯婚一定是不同性的 明白了 其實我跟鵬哥都很好 以前整個宗族都在一起 最好是跟外性人結婚 這是另一個 因為大家知道 以前我們未有科學的DNA 現在我們看到 如果有時紅了性視 很可能有機會 就是那個DNA的影響 這是第一個 但是到現在 其實隔代 隔多久都不行 在村裡有些地方都可以 所以我們不能一概而論 明白明白 好 我們稍後回來 繼續談談這個話題 中華文化 一起學一下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大世界 回到小嘴巴大世界了 我們今天了解很多八家姓的知識 剛才Jeff也問過一個問題 他說林鄭月娥這個名字 他是用了林字擺在前面 據我們所知 其實林就是她丈夫的姓氏 她把她丈夫的姓氏 擺在她姓氏的前面 是否中國一直以來 那些姓氏都是這樣安排 嫁給別人 就是要跟老公姓 我們看到 譬如為我們的逼他青天楊家將 裡面來說 亦都是以丈夫的姓氏為首 這是很明顯的 去到近代 其實你會看到 我們的英國人 都是那種禮儀 譬如同學有興趣 特別是官校 1997年之前 我們會用那個姓氏 官校的MISS 都會這樣做 因為我們有分MISS MISS的時候 較為未結婚 而MISS就會結婚 所以專心她什麼姓氏 什麼姓氏 所以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但沒有特別一個歷史的姓氏 規定一定要是老婆 一定要跟老公姓 暫時我還未進一步研究 另外一方面 我也想說一說 剛才各位也提及過 緬甸人 我真的覺得挺有趣 因為他們本身沒有一個姓氏 是給他們的 他們只有名字 而根據一些資料所說 他就說 緬甸人其實改名是很隨便的 隨便的程度是怎樣 可能隨便一個字 但為什麼我們聽到那些字 好像很複雜 大家都會認識的 例如是昂山素姬 你一聽的時候 你會以為昂山 就是她的福姓 素姬就是她的名字 但原來不是 昂山是拿她的爸爸的名字 即是昂山是她爸爸的名字 對 素姬就是她的祖母的名字 而姬就是拿她媽媽的名字 她媽媽的名字叫金姬 所以如果合起來 昂山素姬 其實跟她沒有什麼關係 即是跟她本身的人沒有關係 她只是拿了她爸爸 又拿了她媽媽 又拿了她媽媽的名字 就合起來 變成她的名字 然後還有 原來有一些緬甸人 大部分都像韓國一樣 韓國會有敬語 什麼叫敬語 敬語比我年紀大一點的人 他們會有另一個稱呼 好像日文一樣 日文也會有 而緬甸也是 會拿敬語來做她們的名字 所以這方面 我覺得她們這個文化是挺有趣 但可能回到一個問題 剛才Joyce也提及過 她們的民族性不強 所以為什麼這麼久才能成立民主制度 可能也有這個原因 我不知道是不是 這個純粹是我自己個人的推察 歐博士你怎麼看 我對於緬甸也認識不足 但問題是我們看到 沒錯 不否定 有一個姓氏幫我們聯繫整個族群 這是第一個 但我們知道每個地區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民情 很明顯 沙漱基 她以她的理念 我們的理念 去團結她們的整個族群 這是另一個看法 緬甸人改名 就這麼隨便 中國人好像有些意思 譬如水上人 有些人會叫來帝 或亭 對 因為我記得我以前有個老師 她說她是姐姐 她有兩個妹妹 但到了第三個妹妹 她就叫做亭亭 即是女字邊做亭字 意思是想說亭女亭女 即是想生個兒子 可能是否很多中國人以前 很渴望有兒子 反而不是 這個在我家裡 也有出現過這個情況 情況是怎樣 因為我有個妹妹 我妹妹也叫做亭字 為何她要改她做亭 就是我的父母的意思 第二次就是好停了 不要再生了 只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不知道 跟你剛才所說的情況 是否有點不同 這個要交給歐博士解釋 謝謝 說到這裡很有意思 那個名字 我們都牽涉過改名字 改名字裡面有幾樣東西 傳統來說 我們會用俗譜 我們會請風水師 幫我們訂了六十個名字 中間的名字 中間的名字 限了是六十個 大概 我為什麼相信六十個循環 循環用回 譬如我自己的名字 歐志堅 可能我是自自背 自堅、自強、自然、自德 這樣下去 就用自自排背 有些朋友經常說 論之排背 背份 一看俗譜 就知道什麼是背 所以這是自自背 另外還有沒有 大家可能也聽過 就是我們排名字 例如我排第一 可能家裡是百仲宿貴 例如我志伯 是家中的長子 百仲宿貴 仲就是第二子 以及這個情況 還有一些跟時代有關 例如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在朝鮮用兵的時候 當時很多朋友的名字 叫做向東方 東方和毛格東 向東 然後叫做向紅 另外有些內地的朋友 很喜歡改一段時間 很喜歡改一個名字 叫做紅色的紅 向東 向越東方 有很多朋友叫做澤東 把毛格東的名字放進去 澤東 名字是反映了一段時代 層面所思的朋友所思所想 如果你這樣說 我又令我想起 例如以前有一些婆婆 他們的名字 就變成什麼妹 什麼金 什麼銀 他們會用這些名字來改 意思是否都是想著 希望他們將來都會有金 有銀 本身她可能是最小 所以就叫她做妹 這個意思呢 有的 有些叫做大妹 希望是大妹 但剛才你的朋友說得很好 有些是風水師改的 例如你見到一個鑑字 即是三個金 有些風水師可能覺得 這個朋友缺少金 我這些事就改成三個金 另外是左母 另外是水 有時候風水師覺得 這個小朋友出生的時候欠水 於是就加水 會希望能夠平衡 雖然有這種情況 在你們的家裡 有沒有一些名字 或者你們熟悉的朋友 是覺得挺有趣 挺有趣的 在你們兩位的同學生 因為我自己遇過 有一個姓 我現在不太記得 但我問過她究竟是什麼人 她回答過我 她是新疆人 所以她的姓 是沒有出現過 在八家姓裡面 而我問她 那你這個姓是怎樣來的 她就說 其實是跟她的爸爸 通常都是跟她的爸爸 如果是以前那些新疆人 或者那些邊境那邊的人 她們通常有些叫做黑漢 我就不太記得她 什麼好像什麼蘭 她們很喜歡用這些名字 例如在西藏 又或者在新疆 那一帶的姓氏 會不會是複雜了很多 跟我們現在的八家姓 又是很不同的呢 歐博士 會的 會的 最主要有些新疆朋友的姓氏 譬如說 剛才我認識一個朋友的名字 姓荷蘭 我們答過荷蘭山 姓荷蘭 不是姓荷蘭 不是羅蘭姐 賀就是公賀河 蘭就是蘭花蘭 她的姓氏叫荷蘭 不少會是邊疆民族 因為你知道 改變成中國文字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了我們的韓文字 這一點值得大家朋友思考 譬如說有時候大家都看到 不少的韓國朋友姓什麼 姓李 姓李 金秀賢 還有宋 姓宋 當然是否來自中國 仍然進一步研究 但是很明顯 這個姓氏是中國人的姓氏 如果朋友有興趣 不斷地追求的話 很可能你看到 今天韓國的民族 即朝鮮族 會不會他們是由中國 血緣有關 當然還可以進一步發展 可以進一步研究 但很明顯 追蹤的姓氏由來 其實是代表了 我們的民族 遷徵或發展的很重要關鍵 好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聊 中華文化 一起學習一下 中華文化 逢星期六 早上九點到十點 小嘴巴 大世界 回到最後一節的小嘴巴大世界 我們今天說了很多八家姓這些話題 但我想問問大家 知不知道 其實除了我們的姓之外 我們的名 之後還有字和號 有否聽過這些字眼 聽過字眼 但不知道是甚麼事 但是不知道是甚麼事 歐和時你呢 你自己對於八家姓之外 對於名和字 有甚麼影響 有的 往往是一個專稱 或者是我們對於背份 有時候也有很多 譬如當代有些朋友再說 譬如有時候更特別 有些朋友說 筆名 當然是筆名 還有沒有 有時候連姓名都改了 因為有時候有些朋友說 這可能是風水問題 筆名 還有沒有 去到當代有些時候 有些人不方便 將自己的名字 可能是說出來 法博 我們的作家很多 有時候連姓名等等 也要改了 所以有時候很有意思 研究一個姓名學 本身來說 除了我們 他們吻除了迷信的觀點之外 其實是一個姓名 也是一個時代的反應 或者是一個喜好的反照 但是據我所知 因為之前也有另外一位 是來自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的執位 就是潘Sir 有跟我說過少許 他跟我說 原來我們除了要看姓名 當然要跟家 至於名字 有時候會跟俗譜 俗譜 剛才歐博士也有跟我們講解 例如字什麼 字什麼 可能又論字排輩 就有齊你們的名字 至於去到這個字 字是什麼 其實是在以前我們會用到的 不過現在的人很少會用到這個字 字是什麼 就是你幫自己改的 你幫自己改一個字 那個字是要跟你的名字有關係的 有沒有一個印象 哪一個字你是記得的 有沒有 自彭舉 彭舉 即是誰是自彭舉 岳飛 對 岳飛 為何會是彭舉 彭是應該舉起的 大彭展翅 對 它會展起 所以就飛起 飛起 對 所以某程度上 字是反映了他自己 對於自己 有什麼的 期望 還有自己有什麼願望 想達成他希望 好像大彭展翅 這個意思 而去到號 號又有沒有聽過 聽過但都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對 號其實是另一件事 在儒家文化圈的地區裏面 如果就這樣叫人家的名字 是很沒禮貌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的背份差很遠的話 Sorry 你連叫我的名字的資格 都是沒有的 因為大家有一個背份的關係 非常注重禮節這件事 中國人 如果就這樣叫人家的名字 去到別人那裡 如果你作為一個崩客 可能別人會不開心 所以就要有號的出現 而號是誰幫他改的 就是由別人幫他改的 即是花名 不可以花名 這個號的意思 其實某程度上是一個專稱 什麼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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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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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 如果在現在來說 就是有這個分別 至於改名的時候 也有一點有趣的東西 有分為大名 細名 和學名 這個歐博士又有沒有研究一下 是的 有一點 當然 小名和大名和學名的區別 是有明顯的 一般來說 小名比較為家庭內部使用 即是家庭內部使用 體驗骨肉感情 天倫的歡樂 例如阿滿 或者阿豆 這些小名 根據我們一本書叫小名錄 或小字錄 經常會出現 至於大名 往往是稱呼他 例如我們看到長平公主等等 會亦與他有關 所謂平凡的大名也有 另外有時候 最主要學名時 方便他 可能是 將他的著作 或身份地位象徵也有 這個情況 而我所知 很多時候大名是由你的爸爸幫你改 而你到滿月的時候 或者你夠一歲左右 應該說是一周歲 一周歲 即是一個星期的歲數之後 就會幫你改一個名字 至於大名之前 就會有一些所謂語名 你們小時候會不會有一些語名 我們自己應該不知道 有 阿牛 不知道 阿豬客狗還是阿牛 有些人以前會改成一些語名 會一直用 用到他長大 他可能覺得這個名字適合他 也不一定 慢慢變成一個大名 有這樣的機會出現了 譬如如果我們叫曾造財 做九龍皇帝 這樣算不算一個大名 這個屬於一個號 一個號 因為是我們給他的 九龍皇帝也是對他的專稱 明白 或者你當現在這樣說 也可以當是花名 其實某程度上 但字和號本身會不會有一個關係 因為 我不知道 可能你聽很多人會說 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老字號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名和字有關係 對 號也有關係 但問題是老字號這個 是專稱的名詞 OK 不是我們今天的報題 對 不過你也可以幫我研究一下 到底老字號 到底字和號 是否真的 我們所解釋的老字號 可能有 希望大家今天有事代刀落袋 也多謝歐博士一連三集 跟我們講解了這麼多 有三字經 有千字文 有神童詩 然後再說白家誠 多謝歐博士和兩位同學 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星期繼續有小嘴巴大世界 拜拜 拜拜 謝謝拜拜